对于基隆捷运案,基隆分摊费用从原本的17.7亿元暴增到53.85亿元 基隆市长谢国良要求中央全额负担基隆捷运建设经费 并料化要基市府负担53亿元,门都没有 对此林又昌表示53亿多的费用有将近20亿是土地部分经费 而土地的取得不一定要直接付钱 新北市有一些做法可以参考 林又昌也表示他在市长任内改善财政有成 让基隆市政府财政等级升级 也因为这样让中央的补助比例下降 他觉得这一部分可以向中央争取恢复过去补助比例 林又昌呼吁中央在财政上应该多鼓励好学生 也提醒谢国良与其料狠话不如实事求是 务实地与中央合作 其实这个53亿多了解起来 其中有十几亿将近快20亿 应该是土地部分的一个经费 那其实土地的一个取得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不一定要直接来付钱 这个新北市就有一些做法 我想这个可以参考 那这一部分如果有处理把它扣掉的话 那另外加上这个基隆市因为过去 我担任市长的时候很努力财政的一个改革 所以基隆市的财政等级从第四级跳为第三级 那因为这样子中央补助的一个比例下降 我觉得这一部分倒是可以来跟中央来沟通来争取 看是不是还是用过去这个第四级这样子的一个补助比例 来给基隆支持 我觉得这一部分是可以来努力的 那中央政府在财政上面应该要鼓励好学生 而不是去惩罚好学生 这一部分是可以来加油 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政治上的一个狠话 不如实事求是 然后务实的来跟中央合作解决问题 那我过去也是这样子做 希望未来中央多给基隆捷运支持 那地方也多加油 至于谢国良喊话 希望李又昌帮忙争取中央的建设经费 李又昌表示这个不需要拜托 所有关心基隆捷运的人都会帮忙 他再次建议谢国良应该尽快召开捷运专案会议 希望中央多支持 地方也要多加油 谢市长现在是基隆市的市长 那过去基隆市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捷运的一个专案会议 那因为基隆没有捷运局 这个很关键 那所以基隆市一定要市长亲自召开会议 才有办法解决包括土地的取得 包括刚刚在讲的周边的一个TOD的一个规划 否则基隆捷运没有办法像台北市或者新北市 由捷运局这样子往前来推动 那我想所有关心基隆捷运的人 大家都会一起来帮忙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在底下 并不是这些叫做 楼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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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